瘋了嗎 玉塔 真的便宜到 我剛剛算那個折扣差不多 應該有七折或八折 五折都 超過了 剛剛電視的部分已經比對折還多了 你看加上去原價五百五左右 它減了三百五十美元 對齁 打四折五折 所以你在仔細比較 這四樣商品裡面 電視的折扣的幅度它是最高的 沒錯 你看電視那麼大台 旁邊那台iPad 2那麼小台 結果差兩百美金 賣的還比它貴 是不是電視的庫存量多了 對 庫存量多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部分其實就是說 在過去我們講 美國民眾其實你看他們的家裡的客廳的一個部分 其實對於不像我們一般台灣的家庭那麼小 他們可以享受到大電視的部分 他們的客廳好大 對 好大 所以他們大電視的一個銷量的部分 需求量是很大的 所以這是在我剛剛一開始講 黑色星球搶購電視是第一 那三星產品當然蘋果的產品可能 過往都是一直這幾年來都是熱銷的 但是降價幅度不多 大概100美元左右 這樣特價過後還要399 那Xbox One就是我們講這個今年的一個新遊戲的一個部分 減價真的太少 才減70美元 原價還要300多塊 那再來就是三星的一個平板的一個部分 減價50美元到149塊美元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四樣37產品裡面就是我剛剛講的 電視的折價越多 就是這一波裡來我們只想說 大家會去這個電器 電器產品那一樓裡面去扛電視 一人是搬一台回家 遊戲這些啊 平常幾乎都不折扣的 這只有現在 對 比較少很少去做一個折扣 所以大家就會趁著這一次的一個我們講 黑色星球再去做一個這個我們講搶購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像美國的這些我們講 零售商的這個股價表現是特別搶眼 比如說像Walmart或者Best Buy 你看過去這一波的日K的一個漲幅相當的兇猛 它就是先反映出來銷售的一個旺季的一個利多的到來 創波段新高 對 所以股價都往上去做一個飆升了 當然這樣的一個從黑色星期五 其實還有到網購星期的部分 網路的類股的部分其實以阿里巴巴為例 也可以去值得觀察 會不會在下禮拜這個股價會有所發動 那延伸到台北股市身上 你可以想到 這個到明年應該農曆年的部分 就像我們中國人過的這個黑色星期五一樣 也會有所謂這種旺季消費的到來 其實像台北股市裡面 消費類股說實在話 這一波傳染類它是蠻溫吞的 比如說像圓柏的一個部分來說 它的一個位階性上來說 基期性上來說 它算比較低基期的 跌幅也蠻深的 所以會不會 如果大膽講是 下個禮拜一看到美國漲都是消費類股 然後我們國內的傳產 消費端百貨類就動起來 對有可能我們講這是聯動的 而且我剛剛講到 年底聖誕節 明年農曆年 這是傳產類 尤其通路類百貨類的旺季 甚至從網通指標 網路購物的 像網家的部分 這一波是蠻強勁的 不過它先走的是第三方支付 但是我認為它也有搭載著 所謂像阿里巴巴一樣 網路購物這一塊來說 反而可能是今年消費的一個 更重要的一個比重 會去做一個提升 一定要記住玉堂的提醒 因為美國 我們現在 美國人瘋狂買東西 但是股價會反映 在選後的下個禮拜 12月份的開始 會不會我們那個百貨 消費端 內需型的個股又動起來 注意到了 但說到那個搶 我就想到什麼 黃金 黃金曾經也被大搶過 中國大媽大概搶在1400 看一下黃金 然後台灣阿姨大概搶在1300 1200 全部都套在裡面了 現在1200破掉了 每樣子來到了1196.6美元 就是金價 可是如果告訴您 套有什麼關係 接下來 金價會這樣 漲上來 漲到了1300 有可能嗎 我把證據拿給您看 因為就在禮拜天 就是後天 這個禮拜天 瑞士要黃金 4月30號 要公投 對 要公投 那公投就是說什麼 你講一下內容好了 所以他們要買更多的黃金進來 對 所以說其實來講的話 這個有一點是 大家看著覺得說很奇怪 連這種事情都可以公投 一個國家公投買黃金 對 就好像別的國家 可能看台灣的公投也很奇怪 然後我們看別人家的公投 黃金也很奇怪 看我們的選舉都很奇怪 對 所以說11月30號這一天 瑞士的一個公投的主題 就是說到底瑞士的央行 要不要買進黃金 對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之前的瑞士的央行 買入大量的歐元 來阻止瑞士法郎的一個升值 對 但是歐元卻不斷的貶值 那導致這個 就是說它的瑞士法郎的部分的話 就價格的部分的話 也不是那麼的理想 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瑞士呢 多少少也希望能夠帶動一點出口 所以如果瑞士法郎一直升值的話 那當然就會有壓力了 出口就帶動不起來 那是因為他們外匯存體太多 太多的部位是在歐元 歐元如果您天天看百分百就知道 歐元往下崩跌 歐元也創下兩年多來的新低 所以在美元走強歐元創新低 所以瑞士央行它那麼多的外匯存體 結果報了那麼多的部位是在歐元 難怪導致它的這個瑞士法郎 持續的走升的格局 所以他現在就想辦法 我是不是把那個歐元的比例 降低一點點 買多一點黃金嘛 波幅就不會那麼大 他們是這樣子想 因為在2000年到2008年的時候 瑞士的央行賣出了非常多的黃金 大概賣出了這個1500噸的黃金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說 之前好像賣錯了 所以想要利用 現在回跌下來的時候 利用機會把它買回來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公投裡面 他談到了幾個重點 包含到說 他要把他的黃金的持有的一個比重 從現在的7% 要拉高到20% 很多耶 對 所以幾乎就是要買回之前賣掉的 那1500公噸的這個黃金的一個存量 那另外還有一點呢 是大家蠻納悶的 就是呢 這一次買回的黃金呢 不能夠賣出去 為什麼 對 就是很特別 它的淡書 這一次空公投它的淡書 就是說買進來的黃金 在未來之後呢 就不能夠再做交易賣出的一個動作 反正大家認為說 這個公投應該會過 然後大買黃金 黃金的金價就會漲起來 看到了嗎 反對增持黃金的比例 竟然高達4成7 比支持買黃金的人3成8還來得多 那如果那個反對派贏的話 公投沒有過 黃金就不買 黃金就續跌 黃金的一個作用 先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黃金的一個作用 它有一個保值抗通膨的效果 沒錯啊 那現在來講的話呢 你看那個油價 剛才不是我們第一個階段 我們有討論過嗎 油價呢 現在這個國際的原油組織 它不減產嘛 那表示說油價有可能 進一步會走跌 那油價走跌的話 相對它沒有通膨 市場上面比較沒有通膨的問題 沒錯 那所以說你持有黃金的話 黃金的價格 可能會進一步探低嘛 再加上說美國的 非農業的就業人口的部分的話 持續都穩健的在做一個增長 代表景氣是穩定的在做復甦嘛 那以這個情況來看的話呢 為什麼瑞士的公投裡面 他認為說 反對去買黃金的人比較多 因為大家都有經過一些分析嘛 如果你買的黃金 那黃金還是跌的話呢 那裡不是之前賣到低點 但是現在又買到一個相對的一個 高點的一個位置 對啊 所以說我覺得 目前的這個事件裡面來看的話 似乎呢 這個沒有大家想像說 瑞士去買黃金 然後來救全世界的這個黃金的投資人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說到金喔 它是避險 但股市當中呢 是資金如果要獲利是比較快的 台北股市喔 我們回到台股身上 我總感覺今天站上了半年線 宣哥麻煩請上 再上半年線 我是覺得還蠻重要的 然後像奧利拜的選舉結束了嘛 因為12月份 有沒有這走強的繼續機會呢 所以你看主力就是主力的用心 對不對 這兩個月你將放眼過來 這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只有一天 就是今天 站上半年線 對啊 對不對 其他的都沒有 都壓在下面 那為什麼在投票前戲它要這樣 因為半年線是所有移動平均線的最上面一條 那今天的收盤 它是在告訴所有的投資者 不要怨我 你們都沒有套勞 平均都沒有套勞 所以你會發現最近的 我們那個首長在講的用心是這樣 好 那我們再看長一點 事實上 我們根據過去30 再長一點 過去的那個經驗 我們看了30年嘛 選舉也摻摻壓了一輩子 對不對 我上一次不是這樣畫吧 就是S 那就從景縣這裡這樣切過來 選舉一定在這裡 因為這樣最有利 對 就是把一半的人套在這裡 把一半的人他買在這裡 套的人輸不多 怨氣不大 買的人做不多 賺不多 買的人不是賺不多 也跑不掉 還真的耶 也跑不掉 對不對 今天為什麼你看這一片 為什麼只有今天是收在半年線 半年線 就是這樣啊 股市就很神奇耶 所以昨天有碰觸到 昨天沒站上 是應該的 因為它又在今天 對對對還有今天嘛 原來喔 我昨天這樣留個上引線 但是我昨天是最高啦 昨天我有上引線 對 因為有些人就是 你會在選舉不確定因素之前 你會調整你的持股嘛 對 那我上去 我衝上去 不是又掉下來嗎 但是我昨天為什麼要上引線 這個叫做 淨空啦 我把上面要賣的人 我上面不是有一堆人 要賣在這個位置嗎 我昨天就把你消化掉了嘛 OK 我衝上去 你上引線就賣下來了啊 我消化掉 今天這樣站上來 我也沒過高啊 對 因為這裡是真空的嘛 因為昨天已經清場了啦 所以我今天再上來 我就收到這裡 它就那麼巧妙 宣哥先幫我做一下 對 麻煩您把那個時間縮很短很短 宣哥這麼一時候我才想到 我昨天還想說 有一時候 哪怕沒站上 但是反走過 必留痕跡 半年現在在這兒 盤中有看到 果然今天就站上 墨飛 昨天是最高喔 高點不是今天喔 9217 我們趕快進廣告喔 因為它是衝到 它打到9217 意涵在哪裡喔 11月份的月K也是收紅的 回來之後讓 炫哥把12月份選後的行情 完整畫清楚 到底它是怎麼規劃的 還有一點喔 我們現在不是說台灣是科技島嗎 台灣一些科技公司 數一數二啦 台積電啦等等 結果 既然國際也編報導說 台灣科技大廠的危機 竟然是在接班問題